原创文章 只给观众的印象就是真舒稳重 老师有帅气的大叔 甚至不少大妈也是吴秀波的粉丝 这样一个帅大叔 却是被爆出出会击退等等的消息 更是让许多观众大跌眼镜 也是让人无法相信这样一个 另多少人找你的吴秀波却是如此 对于女星陈玉琳的爆料 自称与吴秀波已经有长达七年的恋情 但是为了吴秀波自己放弃了很多机会去照顾吴秀波 原本给了自己承诺的吴秀波 却是换来了为欺骗和抛弃 而且还指使吴秀波甚至是有小三小四等等 这样戏剧性的爆料 也是让吃瓜群众难以相信 而且在事件中还牵扯出另外一个插足者 那就是同样是作为女明星的张芷熙 张芷熙与吴秀波合作的作品 也就是大军师资马一支军师联盟 但是张芷熙反而是否认了与吴秀波的关系 甚至还在评论里 也是直指自己也是受害者 多次遭到对方的骚扫 自然吴秀波的人是崩塌 吴秀波的好男人 老实人的形象也是毁于一旦 不少网友纷纷指责吴秀波的人品 以至于盛世也是爆料出很多关于吴秀波 与其他几位女星的关系 宋祖南、荷兰道、唐一新更是被牵扯其中 不少网友也是表示难怪人 设崩他 但是其实有网友表示 其实回顾吴秀波人设崩他开始 其实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对方 吴秀波最近在《我就是演员》 也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不过如今被曝出这样的时间之后 有观众表示吴秀波会不会被换下来 但是最近也出现了神反转 那就是吴秀波被曝出及时早已离婚 不仅如此 吴秀波这次事件实属被黑 被曝得罪了他 所以才会导致吴秀波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而这位女人就是一开始爆料的女星陈玉琳 自称是与吴秀波长达七年的年龄 不过剧称其实是做不成情人变成敌人 导致陈玉琳发完哭诉所谓的被抛弃 以及揭露吴秀波的真实模样 而不是大家印象里的好男人 不少网友看到这样的反转之后 也是表示得罪女人真可怕 如若是真的 能够做出这样的事 让吴秀波名誉扫地 想想都非常可怕 不过如今也是没有势凿的证据 能够证明吴秀波的清白 不知道他能够挺过这次的事件吗 网友们觉得吴秀波实属败黑吗